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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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设计刀网点评,我是阿軒 美国是首个证明了人类可以登陆月球的国家 事隔已经50年了 美国似乎准备要卷土重来 筹备新一轮的登月计划 到底最新的发展是怎样呢? 我们一起看看 50年前的这一幕,未来几年或经典再现 英国广播公司报导 美国太空总署将会和三间科技公司 签订为期10个月合约 计划在2024年再次派人登陆月球 包括一名男性和首位女太空人 美国国会已计划在未来4年耗资350亿美元 完成这次的登陆计划 而美国今次不会只留下国旗和人类的脚印 而是希望陆续在月球上组装登陆器 机械人甚至派人长驻月球等等 相信今轮登月的计划 亦有了未来完成人类首次登陆火星的壮举 相信一众航天科技发销友已及不及待 近年美国关注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 而由中国官方支持的孔子学院 被视为削弱美国的学术自由 外界担心美国的年轻人会被洗脑 由于争议不断以及来自政府的压力 在美国设立的孔子学院近年都纷纷关闭 当名共和党众议员星期一表示 对中国试图滲透美国大专院校的行为进行调查 并且要求教育部提供中国相关投资资料 主要在海外推广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 为何会成为美国的眼中钉呢? 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孔子学院成立于2004年 是由中国教育部以及外国大学合作成立的机构 在全球有超过500间 不过孔子学院近年被指涉及推动政治和滲透工作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导 估计美国有超过100间孔子学院 其中大约已关闭40间 多个共和党众议员星期一联储 致行美国教育部部长德玉斯 信中提到担忧中国政府以策略性投资和宣传中国文化为由 将大专院校变成对美国学生洗脑的场所 并试图窃取美国公司 甚至是美国政府的机密资讯和科技 议员也提到 中国除了用钱换取在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力 北京也限制任何不符宣传论调的新冠肺炎 起源研究调查 越来越多声音指控孔子学院是中国的海外宣传工具 影响当地舆论或操控意识形态 甚至利用学院的名义搞间调活动 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收看